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有寫一個Function 其實SUB本身是可以呼叫Function的 你不用重寫 我們剛剛是叫它轉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有這個Function 那你只需要 除了說你可以在這邊使用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在SUB裡面使用它 那你只要提供給它什麼 提供給它就是input the test 值得就是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它就會return一個結果給你 那我們要return的結果就是輸出到哪裡?輸出到B嘛 所以我只要呼叫它的時候給它A的資料 再怎麼樣?再return到B就好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這邊不重寫的話 跟各位講你只要一層回圈 因為這邊有一個for圍圈 for i 一個for j 那其實如果假設 你希望直接去呼叫那個函數 不用重寫的話很簡單 你只需要中間這一段把它delete掉 只需要一個返環還有一個輸入 輸入的部分的話就是讓這個中文函數去處理完 把結果return回來就好 所以這個名稱有沒有 放在這裡 然後括弧裡面的話就是給它那一個這個儲存格的值 那這個儲存格的值剛好就是哪一個有沒有 先放什麼?放A的I 其實點Value這個不要沒關係 其實這個點Value不寫也可以 我習慣不寫 然後把這邊的東西摳過來 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個資料丟給它 它去處理完它會return return的結果不就是中文的資料 它會return到哪裡? return到指定的B裡面去 OK 這樣就寫完了 然後發現這樣簡單太多了吧 不是簡單的 精簡太多了 那你說老師那程式跑哪裡去了? 其實就是它把本來的處理的這個部分 丟到前面的函數裡面處理 那它這個地方只是return結果到這邊 return就反還結果 那本來是丟到儲存格的 現在是丟到SAP裡面 然後SAP再丟到指定的那個儲存格 那不就完成 試一下好了 所以我先把它清掉 然後再執行它 有沒有發現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樣嘛 那同樣的方式 你說老師 那我那個英文跟數字 也想要讓它更精簡的話 很簡單 上面程式都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來怎麼樣? 一樣的方法 呼叫哪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然後記得喔 這個後面的都一樣 刮虎裡面的東西 就放這個東西 放什麼? 放A欄 因為我資料一定在A欄 就這樣 這個.value不加沒關係 加跟不加程式執行都OK 所以那這個應該也可以 這個數字的話 不也一樣 所以甚至更簡單 這個直接 我直接就把這個 整個摳過來就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改成D比較好 有沒有 然後這邊改成數字 OK 所以等於是說 但前提是你要先寫Function 就可以去副架那個Sub OK 這個今天講的真的滿多的 不過這個我還是會摳到雲端上 你們如果怕忘記的話 那就看一下 所以很多種執行方式 好 這樣改完之後 你說會有不一樣嗎? 其實也沒有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沒有差別 只是說呢 站在那個程式的精簡上面 這樣的寫法應該會比較 精簡一些些 至於要怎麼操作 我想 就各位再去嘗試 所以今天的重點 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第一個 因為遇到那個什麼 Charge B給我們的公式 它沒有辦法在2016上執行 所以我們乾脆直接轉個彎 直接就把它給我的公式 直接請它轉成VBA的Function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 那理論上我們原來是 先改一個之後 發現呢 其實 改 英文OK 那數字應該也OK 所以其實我們就把它改這個 關鍵的地方 就OK了 有沒有 然後中文比較麻煩 中文的話 後來我們又多講了一個ASC 有沒有 ASC 特別是喔 那你說老師 你剛剛不是有打一個VBA點 有沒有 VBA點 那其實跟各位講 VBA點 這個加不加都沒關係啦 我 習慣打VBA點 是因為 我懶得記那麼多 這個盤數的名稱 那總會忘記嘛 對不對 你就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把它叫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 說真的 我自己 用過了 我不見都記得 但是我大概知道用哪一個 我只要 所以 最後只要記得 有沒有 它的開頭是哪一個字 就好了 比如說A 它就會跳到A 那如果 假設U的話 就跳到U 有沒有 所以剛剛有沒有 大寫 大小寫轉換的話 比如說 有英文大寫跟英文小寫 那如果我只要判斷一次 那我希望可以把所有的字 都變成大寫 或小寫的話 我記得好像就這一個 U-Case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怎樣 先把它輸入之後 按一個F1 看一下 我記得啦 應該太多了 U-Case 有沒有 這邊有講 轉換為大寫 有沒有 如果你要說 老師 可是我不想用大寫 我想小寫怎麼辦 小寫的話 那裡面好像有參照吧 我看 另請參照 這邊也可以啦 應該也會 這邊有一個 另請參照 這邊不是一個 L-Case 所以有個 U就up L的話 應該就是 落還是什麼 OK 反正有一個 U-Case 就是轉大寫 L-Case 就是轉小寫 OK 順便講一下 所以這個VBA點 不是一定要的 你如果不喜歡 你把它刪掉沒關係 OK 這個都兩可 然後還有最後就是把它轉成Sub 再來最後我就直接呼叫它 這個呼叫真的還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如果 你函數寫出來就兩用了 你除了可以直接 在這個地方可以 直接可以插入 有沒有 插入哪個函數 另外呢 Sub也可以用 有沒有 所以寫一個Function 兩邊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CP值突然變高了 OK 不然本來好像 這個Function沒有太好意義 那現在寫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不過這個就看你個人的使用習慣 OK 有人就想跳過Function直接Sub 最後記得 這個寫完之後 那就把它另存一下 一樣 另存新檔的時候 記得一樣要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不然的話你存了等於白存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